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是今年三月份刚刚毕业 但是我们 但是我是其实是从今年一月份就开始造fulltime的照 然后我其实主要找的是一个叫做UX Design的一个职位 就是因为我本科也是学的设计 然后在这边做的其实是更多的是相当于ROT device的那种界面设计 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多做一点UX Design这样方面的事情 那其实当时你一月份毕业 然后当时其实疫情是从华盛顿州就是从夏天开始一直到加州 那当时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说要回国发展 你家面有没有很担心你想让你就回国呢 有啊 很很有 就是就是我其实当时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还是很就是没有很平静 就是华盛顿这边还是很平静 因为当时就只有一例 然后据说还被治愈了 然后我是二月份开始的逐渐有很多的面试 我还去纽约面博一次试 然后那个时候纽约也非常的平静 然后就还挺挺感谢的 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影响到我 然后我是二月底接到第一个offer 然后当时我就准备签这家公司了 然后后来呢这个疫情就大爆发了 然后反而就是挺多坦坷吧 这个公司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把我的offer给取消了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 其实我就非常的焦虑 但是就是还好运气比较好 然后拿到了Amazon的面试 然后就就是最后一路就拿到了它的offer 其实我当时那个公司把我就是把我offer取消了的时候 我跟我妈已经商量好了 然后回国了 就是因为我爸我妈很担心我 就是说一直要给我系口罩啊 系医药啊什么的 然后每天比我还操心 但其实就因为华盛顿做很早就已经开始work from home 然后就其实大家的就是那种传播的那个范围也没有很大吧 反正当时就是一脚踏进锅门了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反正就是Amazon这个面试嘛 就是让我还有一点信心 就是说等面试完之后再想吧 那我没想到就面上了 那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另外一家公司被revoke之后 然后你才开始去找Amazon 不是就是我其实是一月份的时候我投了很多家公司 差不多20多家吧 然后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offer或者是所有的interview 都是就是来自于这20家左右的一个公司 其实也投的蛮少的 然后我Amazon那个其实是我学长帮我推的组招 就是他其实是社长 但是他工作纪念要求不是很高 我投的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他才给我那个回复 然后问我对这个职位有没有兴趣 然后继续继续去做 继续去做interview 就是就是非常的取决 那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其实现在现阶段因为即将迎来 除了一月份毕业的学生之外 五月份也即将迎来了一大波就是即将毕业的应届生 那么其实他们都比较惶恐 说是否要回国或者应该发展 那我觉得刚好你的一个故事 和我的故事非常就是励志 会觉得说啊 其实在疫情阶段 某些岗位某些大公司还是正常的在海洛 是吧 对 Amazon应该还在hire 然后 但我不知道Microsoft还没有在hire 我之前有投Microsoft UX Diner 但是就是一轮之后 他们说要onsight之后就断了 没有消息了 但是还好吧 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匹配到合适的组 就是我觉得就是 现在找工作就一定要找到合适的组 因为其实New Grad应该已经不再招了 可能六月份或者九月份可能还有一波 但是但是New Grad应该也不会招了 就是现在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合适的组 可以让你的学长学姐呀 帮你推一推 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在link上戳了很多的人 就是我当时找工作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在改作品集 因为我们UX在那里有一个作品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改简历 然后另外一个是上一个网课 就是我们学校的课 还有就是 要就是在礼品上等回复 就是多去戳他们 就是其实 我第一个那个公司的offer 就是一个设计公司 它是西雅图一个很老牌的一个设计公司 我当时是把我的作品集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还有一些的感想啊 我自己的兴趣啊 我自己的特长 发给他们一个 Senior Interaction Designer 在linkin上 就其实我四五天都没有回复 但是觉得已经凉了 然后后来就是过了到第四天 然后那个人就给我回复了 然后他说我看你的作品集 我觉得非常合适我们公司 然后把你推给了我们的creative leads 然后就相对他们的design manager吧 就是他的design agency有不同的教法 然后就是然后后来第二天 我就收到了那个interview 收到面试 就其实这个process是很快 然后后面就很顺利 来到他们的offer 但是吧 就design agency的不稳定性就决定了 他其实是很容易被这种 时代受影响 因为他们的基础爸爸 其实主要都是 被这个行业影响的很巨大 所以也无所谓 但是就是即使是你的offer没有了 你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向我一下 很棒 那是你主要找工作的途径 还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就是找linkin去搓人 然后扩大自己的network的圈子 对 然后还有一个 我会找那个handshake上的 我还有一个面试 是麦肯锡的面试 就是来自于handshake 但虽然没过吧 但我去纽约玩了一下 反正怎么样 就是interview都到onsight这一步了 反正就 剩下就随缘了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找 就是还是我说的 就是多找学长学姐去帮你推 因为这个其实是你这个项目 他最了解你这个项目的做什么 然后 他的现在的工作那个组 肯定也非常合适你 然后你就推 就我现在是一个直系的一个学长 他就是 但是他不是中国人 他是外国人 我感觉外国人推 可能会比中国人 所以效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今年比较特别入职 那有复工的情况下 你怎么入职呢 是云入职吗 应该是云入职 就是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 那个amazon的recruiter就给我说 是你要在家办公一段时间 我会把什么 比如个电脑呀 那些把这些东西给你寄过去 然后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online onboarding吧 而且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对 我今年所有的面试都是virtual的 就是我amazon的面试都是virtual的 就是我感觉其实还是蛮好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会听得比较 就是比较耐心一点 我感觉 就因为网络这个延时的问题吧 他们可能就比较注意听 最后就是想补充的 或是说 想对留学生或毕业生书的一些话 或是建议呢 就我想 就是我想说 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些跟你一起找工作的人 就是让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激励 就是我们designer会有一个portfolio的presentation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其实我找到很多朋友 我们都会mock一下 就是给大家互相present一下 这样我们就是多加练习 然后还有一个是对各种挣扎的designer说 作品集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两个面试拿到offer 都是我present完作品集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非常的满意 然后他们后面其实讲的时候 就是对你的印象就非常好 然后就他们后面给你做那些behavior question 或者是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是 就是会更容易倾听你 然后更容易发现你 哪里做的特别好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现在真的非常的难 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就不要丧失信心 就是 哪怕就是你可能只能找到一个可能比原来要想的都一级的那个工作 但是就是有总比没有好 然后 就是大家肯定都会找到工作 要相信自己的运气和实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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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و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